嗨,大家好,我是2021年从零开始学古琴的基金 继上集影片分享为古琴全身秀以生气 与陆角装调和的底灰之后 这集影片记录给琴再图三道生气的过程 分享我接触生气过敏后的一些个人经验 希望得到高明指正 也欢迎有经验的朋友留言分享 第三道底灰干透后 琴体表面磨平 利用生气天然的防水性能 给琴吐三道生气 就像给琴涂了防水层 为后续的水磨工作做好准备 也让琴变得更耐用 生气也称为大气 是从漆树采割下来的液体 俗话说 百里千刀一斤漆 漆农通常半夜进山 每棵漆树只取一点点 三千棵漆树只能采集一公斤的生气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树 使用漆树 用漆液制作漆物的国家 庄子人世间有云 漆可用 故割之 上世纪70年代 在浙江渝瑶和亩渡文化遗址中 发现了珠漆木碗和珠漆桶 经考古研究 这些漆器距禁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高科技发达的现代 生气也被世界公认是涂料之王 防水 耐热 耐酸 耐腐 还绝缘 到目前为止 任何人工合成涂料 都没有办法于这古老的天然涂料相辟敌 当然 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完美的事情 自从帮古琴果部 调配灰胎接触生气以来 平安无事一个月 但没想到第五周开始 我遇到了传说中的生气过敏 从手肘附近开始起红疹 一开始我以为是夏天长肺子 不以为意 忍不住抓脑 红疹子沿着我的心包筋越长越多 一直延伸到手腕太渊内观附近 我猜想起这应该就是老师说的生气过敏了 为了缓解皮肤痒 我试着饮用一杯 加了一小匙苹果醋的白开水 过半小时感觉皮肤没那么痒 这应该吸湿了大概十几杯应该是油 就一点点的苹果醋 加上一堆两白开 因为我觉得它上面有写 Oyster Mother 就是说有含酵母的发酵 苹果发酵的醋 所以关键是要天然酿造 不要勾兑 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喜欢的苹果醋吧 首先呢就是一定要 Organic 有机的 就是不要有糖 然后要有这个酵母 然后还用橡木桶来存放发酵 选择苹果醋纯粹是因为我觉得它口感比较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厨房的香醋也是可以的嘛 我相信吃一点点醋对身体还是很好的 毕竟是碱性食物 观察自己手三里附近长疹子 因为肺主皮毛 肺于大肠香表里 于是取血三肩到河谷 也就是常说的虎口附近 按摩两到三分钟 促进血液循环 再按摩手肘横纹镜头的曲池 肘横纹的镜头 也就是这里 感觉有所缓解 羊也尽量忍着不抓 大概一周左右就好了 这些是个人经验 因为每个人性别年龄身体状况不一样 若有接触生气不舒服 还是要看医生咨询专家的建议 如今想来 不能对自己太自信 以为自己不会过敏就掉以轻心 只是戴个手套还不够 最好还是要穿长袖 长衫 避免皮肤接触生气 好在生气放置干燥后 无毒对人体无害 所以古琴的气功环节 最好是等气干透后再进行下一步 小心谨慎为妙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的来说,生气给我一种难以言说的生命感 看着七叶鲜成奶茶般的色泽 渔空气接触氧化后,油浅变深,变成巧克力色 再逐渐凝固成坚固的黑色漆膜 每一层灰胎的干固程度不一样 让古琴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出多变的声音 生气让古琴光泽明亮又典雅 防水耐辅又耐用 这就是保护古琴流传千年的秘诀 下集影片将分享帮古琴配龙银、灌脚和月山 未来影片持续更新 欢迎订阅晶晶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